θ所有可能取值的数目在这儿θ在0到p之间满足方程组 y加z乘以cos3倍的θ等于xyz乘以sin3倍的θ x乘以sin3倍的θ等于2乘以cos3倍的θ除以y 加上2乘以sin3倍的θ除以z xyz乘以sin3倍的θ等于y加2倍的z 乘以cos3倍的θ 加上y乘以sin3θ解为x0y0z0 同时xyz不等于0 这就意味着两者任何一个都不能等于0 这个题看起来让人胆怯 我只是尽可能的化解它 我想做两件事情 这儿的所有三角函数都是sin3θ cos3倍的θ的形式θ在0到p之间 我将做一点替换 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按照我的逻辑来简化一点 我们做一个替换 令u等于3倍的θ 然后u当θ等于0时 那么u依旧是大于0 当θ等于p时u不得不小于3倍的p 我们求下0到3倍的p之间的u的个数 满足y加z乘以cosu等于xyz乘以sinu 我们做下那个替换 我将会重新整理 这样至少看起来熟悉一点 看看我们是否能够通过某种方式 开始处理这些方程式 事实上是试图消去某些项 在这儿上面的第一个等式 以一个我能够看出眉目的方式切入 我从cos3倍的θ开始 或者说现在我称它为cosu 这是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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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u 那么这儿如果我们代入cosu 这就变成了cosu 我将y提前到前面来 那么这是y乘以cosu加上z乘以cosu 等于xyz乘以sinu 这是第一个等式 第二个等式 第二个等式它看起来像 好 如果我们在等式的两端同乘以yz 我们在右手边将得到xyzsinu 这跟我们这儿的是完全相同的东西 那么我们在这个等式的两端 同乘以xyz 等式右手边不是乘以xyz 只是乘以yz 我们想要在这个等式的两端同乘以yz 这样做消去分母 我们在右边也乘以yz 左手边变成了xyzsinu 我将它写在这儿写成这样 那么这是xyzsinu 然后yz乘以2乘以cosu将变成 2zcosu 2zcosu我将两边做一下调换 然后yz乘以23u变成 将变成2y3u 2y乘以3u 这是第二个等式 现在它们看起来不是完全相同 当它们写成像这样时 看起来很不同 考虑一下这边有xyzsinu 我使用洋红色的笔写一下 这个等式xyzsinu 我将它写在这边 xyzsinu等于 等于我们看一下 我们有2倍的z 我们将这一项分解cosu 我们有2乘以zcosu 加上2zcosu 2zcosu加上ycosu 我们加上ycosu 这是这一项乘以这一项 加上y乘以3u 我向左滚动一点 y3u 我已经将这三个等式重写完了 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令人胆怯了 我们试着求出在0到3p之间的优值 它将满足求出这儿的解 我们看一下所有这三个等式都等于 这儿的这个表达式 那么左手边 左手边的这些式子彼此相等 因为它们都等于相同的值 我们来做一下 我们看一下在销区方面我们能做些什么 销区某些东西 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使用这是一个加号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写成了等号 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写成这一式子等于那一式子 让我们使用前两个 那么这两个式子 我们得到2y3u加上2z cosu 等于这一项 这一项等于那一项 也就等于这个式子 将等于y3u加上ycosu 加上2z cosu 两边都有2z cosu 因此我们消去z项 然后我们得到2y3u和y3u 如果我们两边同时减去y3u 我们剩下了y3u y3u两边都减去这一项 2y3u减去y3u 变成了y3u等于ycosu 为了求得这里的解 为了解出u 记住y不等于0 y不等于0 为了解出u y两边的系数是彼此相等的 3u等于 3u等于cosu 这是个约数 3u等于cosu 我们考虑一下单位元 考虑一下正弦和余弦 在0到3π之间 有多少次彼此相等的时候 那么我在这儿画一个单位元 显然在45度的时候 正弦和余弦是彼此相等的 45度和四分之π是一回事 在那正弦和余弦彼此相等 你可能感觉这儿也是 但是这儿的余弦值是负的 正弦值是正的 所以这个不行 尽管在这儿它们都是负的 但它们相等 因此这是另一个复合的值 然后这个不行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立变了2π 我们可以变立另一个π 我们变立3π 我们可以再一次返回到这儿 那么我们再一次返回到这个值 那么这儿有1、2 然后当你再一次沿着这条路转时 有三个值符合 我使用另一种颜色 我们只能变立到3π 这是2π 然后再次变立半个元 这是3π 这有1、2、3 共三个值 有三个可能的优值 有三个可能的优值 仅从这个约束条件上 仅仅使用了这个蓝色等式 和这个洋红色的等式 现在让我们来确认一下 我们只是确保 没有任何进一步 这儿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约束条件 那么我们看一下 是否我们可以 我们使用其他两个等式 我要使用这个等式 看起来可以进行一些抵消操作 我们可以使用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和这个 就是第一个和第三个 ycosu加上2z 是的 为什么不呢 我们使用 只要我们在约束条件中 使用到这三个等式 我们会恰当地约束着 所有可能的减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 这个等于那个 那个等于那个 那个等于那个 我们可以写成 ycosu加上zcosu 等于这儿的这个式子 等于y3u加上ycosu 加上rzcosu 然后我们得到两边 都有ycosu 这就消去了 我们可以在两边 同时减去zcosu 两边减去zcosu 我们可以得到0等于y3u 加上zcosu 加上zcosu 这看起来是个相当有意义的表达式 y3u加上zcosu 等于0 我来确认一下 y3u加上zcosu 等于0 这意味着 这意味着2乘以这一项 也将等于0 这一项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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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ycosu加上2zcosu 我将这一项乘起来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这一项看起来和这一项是相同的 当你使用这个等式和这个等式 我们得到一个约束条件 这儿的这个表达式 这儿的这个表达式 本质上是需要等于0的 这就好了 因为u的值可以使sinu等于0 或者x可以等于0 记住条件没有对x做任何的限制 x是可以为0的 这个已经约束我们了 显然x可以等于0 这样就是这一项等于0了 因此这没有限制我们的约束条件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使用了问题中的 所有信息 本质上我们已经使用了这三个方程 求解是否有得到这三个方程的 共同约束条件 实际上唯一的约束条件是sinu等于cosu 在0到3π之间有三个满足条件